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上一次介绍量子现象 我最后介绍这句话 凡凡说 我可以有把握的讲 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那我上一次略略说明 所谓没有人懂量子力学的原因是 我们发现 在量子现象中 例子似乎是没有轨迹的 没有轨迹的例子 当然是我们不懂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想到例子 只要例子是存在 它在任何时刻 一定是位于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 你把这些位置串起来 它就一定有轨迹 所以例子没有轨迹 是不可能让人家懂的事情 那我上次也提过 如果 爱因斯坦曾经问 如果你不去看月亮 月亮还在那里吧 如果我们不晓得量子效应 答案是 这是一个笨问题 因为当然在那里 因为 你不去看月亮 你都知道月亮 有一个轨迹 它总是 在某个地方 be somewhere 但是呢 在量子世界 无论是光子或是电子 是没有轨迹 所以我强调了 上一次我已经强调了 没有轨迹的例子 是 不可能让人家懂的东西 所以 它们 你可以说 既不是古典概念中的例子 也不是古典概念中的柏 可是有时候 在某些现象中 它会呈现 呈现波性 在某些现象中 它会呈现粒子性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知 对于所有的微观粒子 都具有的性质 我前一次只是以电子跟光子为例 可是我们在更早之前 我们曾经介绍过基本粒子世界 我们还介绍过原子核 原子核里头有子子中子 所以子子中子 或者甚至比子子中子更小的 这个夸克 或者说是跟电子类似的 苗子 涛 青子等等的 所有的微观粒子 其实都跟电子光子一样 你说它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 或者说它们既是粒子也是波 可是这里讲的粒子跟波的 都无法从这个古典的概念去想象 所以这个就如同我之前在讲这个干涉效应的时候 请麻烦等稍微看一下 如果我们有电子枪把电子射出来 然后我们在某一个时刻 位于屏幕上这个点的位置的detector 接收到一个电子 可是我们不能够推论 在这个detector接收到电子的前一时刻 电子已经位于它的附近 因为你如果可以做这种假设 电子是已经位于它的附近 那么我们就假设说电子是在这一点 那在这一点的 在这一个时刻 前一个时刻的再前一个小的时刻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就可以假设说电子是落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的话 你又可以假设电子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串串串串 串出一条轨迹出来 所以你不能做这种假设 你不做那种假设 你不能做假设说电子在被 例如说这个位置的detector接收到之前 它已经位于这个附近 那物理学家不做这种假设 他们只做什么假设 他们去计算 他们可以去计算 我上次已经讲过 单一个事件 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律可言 因为每一个电子出来 它就是在这个屏幕上面落于 这个就随意的落在任何的位置 可是当你统计了无数多个电子 落到这个屏幕上之后 你发现 很多个电子的统计行为 会出现有趣的pattern 而这个pattern 是很精准的 这个双霞缝干涉的pattern 是大家在国中就已经知道的 所以呢 物理学家发现 他们所能够做的 不是去谈论单一个事件 因为单一个事件 你讲不出 想不出说有什么 你可以这个说明的 因为你也不能够预测 无从预测说某个电子出来 那我会这个电子会落在这里 或落在哪个地方 你一无所知 也不能做任何预测 可是你能够预测的是 如果你累计了很多个电子 的实验或观测之后呢 你发现说 这个地方电子会 跑到这里的几率比较高 这里电子跑到那边的几率比较低 或甚至是零 等等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去计算 统计行为 只能够去计算 很多个 或统计性质 或者是行为 statistical property or behaviors 你只能够去计算 你只能够去谈论 他们的统计行为 所谓统计就是 很多个电子累计出来的 这个 的行为 性质 那么 那么你为了要说明 这个波浪式的干涉 调文 那我们只能够用 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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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你使用波的 语言 去描述 这个结果 所谓用波的 就是你怎么样形容一个波 我们平常讲一个波 就是空间中有戒指 然后这个戒指 离开平衡点的震荡大小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写下一个函数 这个我相信这个即便你是文族的 你从高中就学过函数 那假如说你在大学还学过一些 这个数学的话 那你知道说 我们写下一个函数 这个Psi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们把它叫做是波函数 那这个波函数你可以想成是代表 这个 这个 就好像是电厂一样 它是可以代表 例如说是以太的震荡 那当然我们在这地方可以把以太抛掉 就直接想说空间中有一个场 所以这波函数把它想成说空间中有一个场 那这个Psi代表这个场的震荡的幅度 所以代表震荡的这个震幅 可以把它关掉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上呢 左边这边所呈现的呢 就是这个波函数在空间中的分布 好 你可以看出说在许多地方波函数是 几乎是为0 就是没有突出 假如有突出的话 就代表说波函数的这个Psi 是不为0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波函数的分布 就Psi的分布 它是在这边 基本上波大概 都是等于0 就是没有Psi 然后在这地方呢 空间中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这是一个平面 然后 这个每一个点都有一个座标xy 所以在空间中的这一点 这里就有某些这个波函数不为0了 然后不为0最高的 你可以说说 例如说在这个点 这个点的波函数是最高不为0等等 那么我们把Psi的平方 我们把Psi的平方 你不用开我等一下讲 我等一下会再说明 我们把Psi 在空间中不同点的这个Psi 取平方 这个当成说在空间中 X这一点 你找到电子的几率 所以我们如果说 以这个实验来讲的话 就是Psi的平方 你可以说把它看成是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Sine平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这个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Sine平方比较大 在这个地方Sine平方等于0等等 所以 约略这个就是Psi 那你把它平方 其实跟这个分布是差不多的 那么 你一旦去做实验 例如说 你用光去照这个电子 你就会发现说 在这里照到电子的机会比较多 就是你光一照 你要去找电子在哪里 你会发现说电子出现在Psi 比较高的地方的几率比较多 所以例如说你一照 所以这个叫measurement 你去测量电子在哪里 你发现你这里找到电子了 所以这个就类似说 电子一出来 我们发现电子出现在这里 那它被detect到了 所以这是一种测量 你电子出现在这里 可是电子出现在这里 并不代表电子在被找到的前一时刻 就已经在那附近 不是的 电子是四处都是 电子是 is everywhere 它只是 它可以电子有可能在这里 有可能在这里 有可能在这里 如果根据Psi的这个 这个函数的描述的话 只是一做测量 你发现它在这里 那 当它测量之后 电子在这里 那电子以后的行为 会继续受到波函数的描述 而这个波函数是遵循的 明确的 这个 这个演化的规则 而这个演化规则叫做 由量子氯学来描述 就是我这边所写的量子氯学来描述 是叫做薛丁格方程式 叫做薛丁格方程式 薛丁格方程式 是用来规范 这个波函数 如何随着时间空间而变 那我们只要透过解薛丁格方程式 就知道Psi如何在空间跟时间上 如何变化 那你算出波函数 解出薛丁格方程式 你就会算出Psi 把Psi平方 以这个题目为例 以这个双峡红干涉为例 你会发现Psi平方 这个 这个高低起伏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曲线 就是你透过解 波函数 然后把它解出来以后 把它平方 那假如说这个轴是X轴 你就发现说 这个例如说 解出来的结果 这边是 这个函数 高低起伏这个函数 你会发现说 它是Sine平方 AX的这样子的函数 A是某一个参数 所以 这个函数 真的是很漂亮的 这个Sine平方的这个曲线 那么薛丁格先生 就是因为找到了 这个描述 或者是 精准的控制这个波函数的方程式 这个 而成大名 OK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薛丁格这个 这个 这个名字 那这里头 最有趣的地方是 最有趣的地方是 你一旦把 你就放弃 放弃掉 了解个别 这个 电子的行为 因为它无稽可循 你只去追求很多个 这个电子的 例如说 你放弃去追寻 一个电子在氢原子里头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去追寻 如果有很多个氢原子 那每个氢原子 这个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我这边所讲的 这个统计行为 你倒是可以 有一些掌握 而 这个 你为了要理解 氢原子里头的 电子的 这个 统计行为 你得要用 我前面所讲的 薛丁格波函数 去 规范 这个电子 的这个 描述电子的波函数 到底是如何 随着时间空间而变 那么你发现 对氢原子来讲 有这件事情 这个是大家在 这个 化学课 这个 物理课都学到的 就是 电子在氢原子里头 他所能带有的能量 是离散的 例如说 大家可能背过一个数字 叫13.6电子伏特 有多少人听过 这13.6电子伏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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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的 OK 好 多半 还是很 OK 没听过 我们听过电子伏特这个单位 对不对 OK 我们这个 这一学期这样课讲下来 我们 这个 讲了一些 这个自然现象 然后谈到 介绍过能量的概念 然后说明了这个 几个 这个能量单位 例如说我们在讲 核分裂核融合的时候 我们用的能量单位是什么 百万电子伏特 还记得这件事情 因为主要是mc平方 OK 利用1等mc平方 m 跟1的关系 电子伏特 好 总之 这个 百万电子伏特是 这个 核分裂核融合核现象 所常见的这个能量的 这个大小 那么在化学反应里头 常见的能量大小 大概是电子伏特 为单位 几个电子伏特 所以 核反应跟化学反应 数量级差了100万倍 就是核反应所涉及的能量 是化学反应所涉及的能量 的约略100万 1000万倍 这样就数百万倍 好 你们虽然没听过 那今天就算是听到了 OK 什么叫做13.6电子伏特 就是 大家知道 这个能量 没有绝对 大小吧 能量是一个守恒量 可是这个守恒量 你把它加上任何常数 它还是守恒量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定义 全宇宙目前有的能量 是某某某某 电子伏特 你永远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那你一旦定了以后 它以后就维持 这么大小 OK 就是你可以随便加减一个常数 调于这个能量的位 的大小 好 这一张图呢 是非常有名的图 它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 假设 好 这是氢原子 好 我们想象说 这里是 这个 子子所在的位置 因为氢原子 氢原子核就是子子 好 电子在氢原子里头 以我们所不知道的形式 运动 因为我说过 它不会有轨迹 所以它怎么运动 我们不晓得 好 那总之我们只知道 一件事情很明确的 或我们很明确的知道的事情 之一就是 子子把电子束缚在它旁边 好 如果这个电子距离越远的话 从古典物理来讲 你们就姑且听我说 就以古典物理来讲的话 这个氢原子的能量是越 抱歉 这个电子的能量是越低的 那但电子所具有的能量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电子跟子子共同具有的能量 因为这个能量 是来自于它们之间的这个电磁力 好 我们现在是想象说 电子在无穷远 那这时候这个系统的能量最低 我们把那个能量叫做是零 定义它为零 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零 所以这个零的意思就是说 电子在无穷远的地方为零 好 电子现在越来越靠近子子 那因为子子是吸引它的 所以电子的能量会 这个 会降低 抱歉我应该讲说 这个电子能量这时候是最大 因为电子是被子子相吸 所以这个 未能是越来越小 所以电子从无穷远处 它的能量是最大 我们把它叫做是零 然后呢它越来越靠近这个 这个子子 那它能量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就古典物理来讲的话 这个能量可以是任意的值 可以是任意的值 可是就量子物理来讲的话 电子它所具有的能量 不能够是随意的 它是离散的 那这个奇怪的现象 最早是科学家透过观察 把氢原子所发的光 而得知的 氢原子怎么发光 我们现在是想象 这个概念叫做能阶 我们先不管为什么 我们就假设说 电子在这个氢原子里头呢 它只能够在某个特定的 我们想象 虽然这个是不对的 可是 这个 你在完全 没有深刻理解的情况之下 这个 我们就姑且把它当成是一个 最粗略的一个想象模型 就是电子在氢原子旁边 在子子旁边 只能够位于某一些特定的 这个轨道 那这个轨道有特定的这个半径 好 电子如果说 距离氢原子 在某个特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轨道 而这轨道有固定的半径上 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计算 它的能量多少 那你计算出来的结果 由于这个轨道半径 不能够是随意的 所以 这个它只能够在 这个 几个有限的 几个离散的轨道上运动 好 例如说在这样的半径上运动 或在这样的半径上运动 或在这样的半径上运动 等等的 那么电子在这样的半径 跟在这样的半径 跟在这样的半径 各有不同的能量 所以呢 最靠近这个子子的时候 它的能量是最低 它最低的能量是-13.6电子伏特 是相对于无穷远的时候 为0的时候 它的能量最低是-13.6电子伏特 然后再往外面一点 那么它的这个能量是-3.4电子伏特 再往外面一个 所以这一小圈 这个轨道 电子的能量是-13.6 在外面这一圈是-3.4 在外面这一圈是-1.2 1.512 等等等等的 那么 当电子从 例如说 这个轨道 跳到这个轨道的时候 从2 我们现在给它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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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数目来标定不同的轨道 所以能量最低的轨道 我们给它的数字是1 能量次低的轨道 给它的数字是2 等等等等 就在排列起来 我们从2 2号轨道 跳到1号轨道 会发出光 从1号轨道 跳到2号轨道 会吸收光 因为这个的能量比它高 所以当电子从2号轨道 跳到1号轨道 它会 一定要把能量给人家 这样才能量有守恒 反之它要吸收 吸收能量 也就是吸收光 那么 当电子从2 跳到1的时候 会放出电磁波 我们可以去测量那个电磁波 同样的 当电子从3号轨道 跳到1号轨道的时候 它也会放出电磁波 而这个电磁波的能量 就刚好是3号轨道的能量 减到1号轨道的能量 因为它是能量的差 因为我们知道能量守恒的 所以我们只要去测量 从氢原子所发出来的光 你就可以去测量 例如说1到2 1到3 1到4 1到5 2到3 2到4 2到5 3到4 3到5等等的能量差 而拼凑出这个样子的一个图像出来 最早拼凑出这种图像的就是波尔 我有没有给大家看过波尔的图 我们来看看波尔长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波尔 波尔在30岁不到的时候 大家看他是1885年出生 那么他在1912年 1912年 就等27岁的时候 波尔在26、27岁的时候 你看就是民国 民国刚诞生的前后 我们中华民国是1911年诞生 对不对 那么这个1912年 11年、12年 波尔那个时候 他在英国研究 他在英国研究光谱学 他在研究氢原子的光谱 也就是从我刚才的描述 他去看实验学家 所找到的氢原子所能够发出的光 然后他用我刚才的图像 安排了电子在氢原子里头 所能攜带的能量 然后假设电子只能够在固定的能量之间 这个只能具有固定的能量 然后他会透过吸收或放出电磁波 而在这所谓不同的能阶之间跳跃 OK 我们平常是讲说 电子如果具有一号的能量 那他就在一号这个能阶 有个名称叫做是能阶 然后他就在不同的能阶上跳跃 吸收或放出光 而这些吸收或放出光的频率 刚好跟实验学家在光谱实验上面 就是所谓光谱实验就是 你去看氢原子所发出来的光 你表面上看不出颜色 因为它是很多颜色的综合 可是你把它透过三菱镜 氢原子所发出的光 透过光谱仪 最简单就是三菱镜 你会发现氢原子发出的光 跟太阳发出的光不一样 太阳发出的光是连续光谱 任何频率都有 可氢原子发出来的光是 只有几个特定的这个频率而已 所以氢原子所发出来的光是 几个一些特定频率的色光所组成的 那波尔就因此一举得名 他用这个样子的图像来说明 我们只要假设在氢原子里头 电子的能量不是随意的 他只能够占据某些特定的能阶 而当他在能阶之间跳跃的时候 他就可以吸收或放出特定频率的光 而这些特定频率的光 他说就是实验学家在观察 氢原子所发出来的光的时候 所在实验室所测到的频率 一模一样 那大家可以想见得到 这个波尔是很好的这个 我们平常把他叫做是现象学家 就是他去分析实验学家 所累积出来的数据 然后想出一个故事 就是由我刚所讲的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这些 这些模型来解释这个 这个实验学家的这个数据 可是波尔并不是从什么理论去推导出这些能阶的存在 他不是从理论出发去推导 他只是说如果我做这种假设 我就可以解释这个这个氢原子光谱 那么一直到薛丁格 薛丁格是在1926年 所以是在波尔之后几年 1926减到1912是多少 14 15年之后就在波尔15年之后 薛丁格才透过解他的维方程式 那他的维方程式里头要解的是这个所谓波函数 那么由我现在不能够告诉你们 而你们也不要去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维方程式可以解出 这个维方程式可以解出这些能阶的大小 所以你们只需要知道说这个薛丁格呢 跟波尔比波尔进步的地方在哪里 他假设电子是波 然后呢他宣称说电子的这个描述电子的波的行为 所谓波的行为就是统计行为 他们用波函数来描述电子的统计行为 那么这个波函数是满足我薛丁格所写下的这个方程式 而我只要是解这个方程式我就可以把波函数解出来 透过波函数我可以知道电子的分布的状态 而且我还可以知道电子在氢原子里头 所能够占有的能量大小 果不其然他就刚好能够完全 这个导出14年前波尔所假设的这些能阶 所以到此为止这个我们总算是对于 这个波尔最原始的这个假设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那这一套学问就是我们现在统称的量子力学 大家先不要管这个量子常论 大家只要知道未来的领袖们 你们要知道说量子力学是目前描述量子世界最好的架构 OK就知道这一点就好OK 好那么这个里头有一些 我看看我让我来寻找 我本来想希望找一些这个氢原子的这个波函数的图给你们看 在座有多少人修过化学课 化学有没有 几乎没有 所以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个氢原子的这个波函数图 有没有人看过氢原子波函数图 OK好我们把灯打开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文章 来麻烦你 是 很好继续睡觉 OK 请你从头念起 这个 诶 你没有第一章 订错了 订错了 订错了是 这样子 突然就OK了 好可能我们这个讲义有人要从最后一章翻到 题目叫做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麻烦这位同学从头念一下 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物质科学最重要的使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自古以来让无数闲人知者之业苦思的大难题物质是什么 在量子力的诞生之后才算是有了教育人满意的答案 但是量子力学是一个相当观音的玩意 一方面它非常成功可以很精准的预测出实验的结果 可是在另一方面 量子力学所呈现的世界观是那么的荒山 激烈的冲击我们从古典物理中培养出的知觉 这样例如说物理学家觉得很不自在 例如本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因斯坦 一辈子拒绝接受量子力学 他曾经在与别人讨论量子力学时问了一句 连小学生都知道答案的问题 是不是只有当你该看他的时候 又要采败到人呢 这个奇怪的问题只有摆在量子力学框架中 才不至于前的突兀 反过来讲 阿因斯坦有此疑问 实在是满寸了量子力学的皇位 量子力学的中世纪 薛定格曾感染到 这些可恶的量子跳跃果真成立的话 我正要后悔先说量子力学 好先停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念一句 这句话 薛定格说 这些可恶的量子跳跃 这个英文量子跳跃就是Quantum Jump 有没有人看过一些 什么科幻小说 他这个在时空中来自去如 他就是量子跳跃 有没有看 有人好像要点头又不点头 我讲这个影集有没有人看过 他就是做Quantum Jump 有没有 没有 是什么影片 这个有了 他们叫什么 在时空中穿梭之类的 就是做量子跳跃 蛤 什么 这大声音叫什么 星界明寒基 反正 好 不管怎么样 我这样讲 什么叫做量子跳跃 就是我刚刚讲的 电子可以在不同能阶之间跳跃 这个叫做量子跳跃 那这个量子跳跃是没有轨迹可言的 因为你不再谈那个轨迹 你只谈几率 那对薛定格这个物理特别好的人 他会越觉得不能接受 所以量子跳跃是一种莫名其妙的 是这种 ghost-like behavior 就看见他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中间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晓得 OK 所以薛定格对于在量子物理里头 谈论这些诡异的 这个所谓叫做Transition Quantum Transition 或Quantum Jump 他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所以他说 这个我非常后悔 创立了 因为他现在被人家认为是量子物理的 这个开创者之一 可是他自己很后悔 他开创了量子物理 他介入了量子理论 因为量子理论 所揭示的这个量子图像 他跟爱因伞一样 不能接受 什么叫做没有轨迹的电子 这个一定是错了 他认为 电子应该可以理解 而量子物理如果不能够理解 电子轨迹 表示量子物理有缺陷 我们这样讲 如果不是错就有缺陷 可是他没想到说 后人呢就 这个觉得说我们 既然不能够观察到电子的轨迹 我们就不要去 谈论电子轨迹 而这一点他是相当后悔的 好 请继续念 好 谢谢 来 我再请 来 隔壁的你往下一段念 谢谢 赌范伊斯汗 薛丁格及贝曼一样 对量子力学感高不满 或不关的物理学家及哲学家不少 所以自75 年前 量子力学诞生至今 持续不断有人在研究量子力学的意义与诠释 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容易有明确的进展 一般讲求成效的物理学家 必知为恐怖机 严科讲 能够真正深入问题核心的增加并不多 但是一般读者只要愿意消费一些心思 了解一点量子力学的来龙去脉 你就可以欣赏量子力学中最奇妙的地方 以及专家们争论等面膜而至所为何来 量子力学其实起源于一个物理理解 原子为什么会保持稳定 科学家在19世纪末已知道所有的物质 皆是由各式各样的原子所组成 但是对原子的内部结构还是不顺了解 在了解原子真面貌的过程中 有两个关键的实验 其一是在1897年 湯木生测量电子的电荷及质量比值 体验到电子是一个带有固定电荷及质量的基本例子 电子相当的轻 因为是氢原子重量的1871%而已 在电子发现之后 人们了解中性的原子是由带出电的电子 和另外结构不明的带阵电子物质所组成 另外一个实验是拉塞浦在1911年所做的暂射实验 拉塞浦把带阵电的高速阿华利 后来知道即是氦原子核 测入金箔 他惊讶地发现 竟有少数的阿华利子 会以大角度反弹回来 如果金原子中在镇电的物质 大致强势均匀地分布在金原子中 则所有的阿华利子 应该就像子弄穿过棉花般的射传金箔 不可能反弹回来 因此金原子中在镇电的物质 应该全部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 当小数的阿华利子 能够非常接近这个又重 又带阵电的区域时 这些阿华利子就会被弹射回来 所以拉塞浦推论出一个 类似太阳气的原子模型 原子中有一个很小的原子核 带有正电以及绝大量分的质量 很轻的电子则像是行星般的 环绕着原子核的引擎 最简单的原子是氢原子 原子核外仅有一个电子 不早的原子在原子核外 有数十个电子运行 好 谢谢 麻烦你妹妹或姐姐 谢谢 在施拉塞浦的原子模型有一个 生命的缺点 依据马克思威的古典电子学 有加速度的带电物质 会放射出电子波而失出能量 电子在原子中绕着原子核转 或可能全然是整副直线的运动 一定有加速度 也就是必然会失去能量而坠落在原子核上 如此一来 原子就不可能稳定的存在 难道电子不是以类似圆形的轨道 造着原子核转吗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 量子核转就是为了要解释原子稳定性 而被逼出来的学问 若非实验结果环环相扣 把物理学家逼至死角 我相信无论有我聪明的人 如何苦思也不可能凭空想象出量子核转 当初若非有更多的实验 来引领我们的思考方向 要解开原子人之谜 恐怕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们还需要多知道一些关于光的知识 光才掌握足够的牵手 对于光这个基本的自然现象 人们自古以来累积多少精神 不过从物理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维的电子波 以及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的光亮和 在十九世纪中期 马克思维从他的方程式推散出电子波的 功力和速度 发现线然和光速一模一样 而且光在物质中传导的信实 都可以从电子理论推倒出来 据此人们接受光解释电子波而已 古典电子学的理论非常成功 但却在黑体 也就是空腔辐射现象上比较铁板 在十九世纪末 物理学者已经可以精准地测量 空腔在不同温度下放出了辐射其强度 与频率的关系 五点电子理论的推算 与观测结果完全不符 古典电子学大师 因此全力投入黑体辐射的研究 好暂停一下 你等一下再念 我先说明一下 这边呢 大家在文章上面看到了一个名词 叫做黑体辐射或者是空腔辐射 听过这个字眼的举手 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 听到黑体辐射字眼 高中 文章的学生不一定会听到 或者你说你不是文章学生 有吗 什么情形 还是这个就是莫名其妙 这只是一个文化中的词汇了 听过黑体辐射 高11的基础物理有讲到 地科 对 没有错 地科有讲到 因为他有说是太阳发光的 诶很好 是不是 是不是还记得是地科学到的 而不是在物理学到 因为物理好像没有讲 对文章同学 对文章同学 有人还记得吗 你们在什么地方听到黑体辐射 是不是地科 你记得吗 在物理 好 这样子 这个 对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讲呢 这个黑体辐射 大家姑且先跳掉 我只要告诉你们说 你把黑体辐射 先跳掉没有影响 你以下 对这个文章的理解 OK 我等一下有时间我再来讲 这黑体辐射 所以请往下继续 谢谢 谢谢 在1900年 普朗克找到一个 与实验数据完全明智的公式 但是它的公式 却要求电子辐射的能量 电子辐射能量 十含长强度 极正五平方成正比 与频率没有任何关系 能量大小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普朗克在得到它的能量公式以后 深洁不安 他很清楚它的发现是革命性的 但他还是不了解它的公式 与有任何具体物理移 在普朗克公式出现后五年 他因资函提出光量子 后来被称为光子的概念 把电子波看成定子式的光量子波组成 如果电子波的频率为F 则每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就是F 光量子的个数 与电子波正幅 及电磁场强度 平方成正比 五点理论在电子波强度高 其光量子数目多 频率逆时适用 但在频率高且光量子数目小时 光的粒子特性就突现到无法忽略了 爱因斯兰还是提议用光量子效应 来检验光量子理论 实验结果证明光量子的说法是正确的 好 谢谢 好 刚才同学们所念的这些到 这里为止 基本上是 让大家以文字的方式再阅读一下 我上节课就已经讲过了 这几个公式 对不对 你们在文字里头读到 这个普朗克假设 这个辐射的能量是HF的整数倍 那爱因斯坦把这个N解释为光子的数目 然后透过光电效应来检验它的这个假设 好 那么再往下这一段开始 就是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地方开始了 来 满含这位同学你帮我念下一段 诶 时间到了是吧 我们今天晚一点上课 我还是先免得等一下下课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 请大家看一幕 刚才大家从这个同学读的部分已经了解 对不对 拉赛福透过他的散射实验 他认为原子 请注意 拉赛福 我在文章上面写说他对 19112做实验对不对 抱歉应该 不过我应该再晚一点 1913 所以拉赛福 是在将近100年前 还不到100 就将近100年前 透过散射实验 就是把α粒子去撞击原子 然后发现α粒子可以大角度的反弹回来 由这件事情 他去认知到说 自古以来 尤其是从18 19世纪 化学家已经了解非常多的原子 化学家在19世纪就已经有周期表概念 可是蒙德烈夫即便他有周期表概念 他都还不晓得 那原子内部是什么 他只知道不同原子有不同性质 有不同 里头有带负电的物质 带正电物质 可是到底这些带正电带负电物质 是怎么分布 怎么一回事情 一无所知 这才是100年前的事情而已 人类要到 100年前才知道原子 里头有原子核 然后电子在外头环绕 这个图当然是最简单的 氢原子的模样 就是因为外头只有一个电子 然后里头有原子核 比较复杂一点的 当然是像 对不对 多电子原子 OK 就是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太过复杂了 这个比太阳系复杂太多了 但我们刚才已经看过 像这个样子的图像 对不对 这个就是比较 像这个太阳系的 这我们平常讲说太阳系模型 OK 抱歉 这个其实然是氢原子 只是 这个是代表电子 可以在不同的轨道上环绕 OK 好 总之 这个是 这个拉赛福 这个 这个 所提供的 这个 所谓 这个 原子模型 这样的原子模型的问题在于 好 这个是直指 电子在外头绕 那我 请同学念 你们也应该已经读到 电子由于在绕 它会有什么 加速度 会有向心加速度 我们在讲电磁波的时候 我没有证明 可是我讲过这件事情 当带电粒子或电流 在震荡 所谓在震荡就是有加速减速 或者在加速减速的时候 它会发出电磁波 所以电子在这样绕 它会怎么样 在运动过程中 它就会放出电磁波 那电磁波是有能量 所以电子放出能量 这个能量一定怎么样 来自于它的动能 所以电子在这 跑跑跑跑跑怎么样 它动能会越少 然后它总能量 包括它的胃能也会越少 所以它的总能量 就是动能加胃能 会越来越少 那整个的后果就是 它在转转转 它这个半径就越小 越小越小 然后最后 墜落到直指上面 所以它在 这个墜落过程 会不断的放出电磁波 那放出的电磁波 是各种频率的都有 因为放出的电磁波 会跟它在旋转 当下的电磁的频率有关 所以在这样的图像底下 在这样的图像底下 原子是不可能稳定的 因为你有马克什尔理论 在后头告诉我们 电子如何在旋转 如何加速 如何辐射电磁波 所以电子就是这样 绕绕绕绕绕 然后落到 被这个直指吸引 抓住了 吸住了 就落到直指上头 然后 在这个过程 它会发出各种频率的电磁波 所以这就是所谓 原子稳定之谜 OK 就是我文章一开始 所讲的原子 为什么会稳定 那这个原子稳定之谜呢 由波尔做了初步的分析 他不懂原子为什么稳定 他只说如果原子是稳定的 姑且让我先假设 电子在这个氢原子里头 我们以氢原子为例 他只能在固定半径上绕 而且当他在某个固定半径轨道上绕的时候 他不会辐射 所以他已经假设什么 马克思维是错的 因为马克思说你只要在轨定上绕 他就有加速度 那他就会辐射 所以波尔的第一个假设就是什么 马克思维是错的 那当然他不能不做就是假设 因为如果马克思维是对 你就讲不下去嘛 那就是原子是不稳定的 那既然原子是稳定的 他当然理所当然就假设 马克思维是错的 所以波尔假设 电子是在某个稳定的轨道上绕 那究竟是什么轨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晓得 他就说好让我假设 电子会在轨道 某特定半径的轨道上绕 当他在这个特定半径的轨道上绕的时候 他不会辐射 那这些轨道半径呢 这个波尔明确的去做了一些假设 OK 那这个轨道半径的公式对我们来讲 并不重要 他就说好 这个在n等一有一个轨道 然后他的半径多少 他算给你看 然后或者他指明的是多少 他不能说用算的 他就告诉你说n等一应该是多少半径 n等的应该是多少半径 n等三应该是多少半径 等等 好电子可以位于n等一的轨道 也可以位于n等二的轨道 或者我们把它叫能阶 这样比较好一点 不叫轨道叫能阶 可以位于n等一的能阶 n等二的能阶 n等三的能阶 电子虽然 在n等一或n等六或n等三 他是不会辐射 但是他可以透过 在轨道之间或轨 这个能阶之间的跳跃 而吸收或放出能量 所以例如 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电子可以从n等一 吸收能量跳到 例如说是 n等三或n等四 n等五 那反过来 n等五 如果电子原先 是位于n等五的轨道上 他可以跳到 n等三或n等一 放出能量 那这个叫做什么 量子要钳 量子跳跃 Quantum Jump Quantum Transfer 那这个是 我刚才就已经给大家 这个看到的 ok 好 刚才的那个图 大家已经 刚才的头影片 大家已经看到了 ok 那么我们 刚才是念到 这个 iSAN建议用光电效应 来检验光量子理论 对不对 是不是那一段 他还记得吗 就是实验结果 证明光量子 是正确的 好 那麻烦你往下一段 念 ok 大声 念 现在 现在我们回到原始的问题 在19世纪末 人们已经知道原始在 高温时会发光 而且所发的光 其频率不是不延续的 只有某些频率会出现 并不是那一频率的光 都会从原始放射出来 依据古典物理 电子环道原始核实 所放出的光 其频率很理直 那一时 有什么限制 所以 原始的放射光土 完全不能以古典物理去理解 但是他却提供了一条 宝贵的线索来解开原始之谜 第一个利用这个线索的人 是丹麦学者托尔 他在1913年提出了 崭新的概念来看待原始 以轻原始为例 波尔说 那我们先假设原始中的电子轨道 是原型的 而且轨道半径 不可以取任意值 电子只能在特殊半径的轨道上运转 精确一点说 波尔假设 电子的轨道量是普朗克常数 H除以2π再乘以任一整数 大家听到这个小动量有多少人这个 我还特别听过 这里就是 它就是当做一个魔术词汇 因为 我们今天不要去担心这个角动量 OK 就继续往下 波尔用假设电子在这个轨道上运转时 不会放出电子波 好暂停 这句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假设电子在特定的轨道上运转的时候 不会放出电子波 OK 请继续 但电子可以从一个轨道 跳跃到另一个轨道 由于不同轨道 但有不同的能量 所以在跳跃时 电子 需放出或吸收能量 这些能量就以光量子的形式出现 从能量所而横 可以算出光量子应该有的能量大小 在利用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的理论 可以得到光量子的频率 他发现这些频率 与特效的轻原子放射光谱完全一致 波尔的原子模型是很大的突破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那绝不是最后完整的答案 因为波尔定下了很多来源不清 只是用在他的模型的假设 这只能算是过渡时期的 拳移之际而已 所以波尔的模型被称为半古典模型 但是要如何往前走 物理学家又迷惑了 那时候他们好像就是在黑房子摸索出口 谢谢 波尔的模型为什么号称半古典模型 你要怎么回答 你就把我这一段话背下来 我这段话是什么 因为波尔的原子模型只是权移之际而已 对不对 只是ad hoc rule 只是 怎么讲 定了许多来源不清 因为波尔的模型只适用在他的模型的假设 ad hoc assumption 所以只是过渡时期的拳移之际 所以他是半古典半 就是不是全然的量子的 他只是一个 一个现象学的模型 所以被称为半古典模型 他没有完全跳离开半 这个古典的观点 因为他还是有轨道的概念 可是在这个量子时代 轨道的概念都已经被抛弃了 因为粒子没有轨道可言 可是要如何往前走 物理学家又迷惑了 所以还要再等另外的十几年 他们才终于在黑屋子里头摸到了出口 好 请大家看萤幕 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掉 这个 请大家看萤幕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原子会发光》 这件事情是 自古以来人类就知道事情 但自古以来人类不一定知道原子 可能只有希腊人假设有原子存在 可是他们对原子还是一无所知 我说我们比较了解一点原子 也只不过是这一百年来的事情 即便是化学家对原子了解很多 可是他们在十九世纪 还是对原子内部结构不甚了了 他知道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原子 可是到底原子怎么回事 要一直到二十世纪 民国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讲 才知道原子是怎么回事 好 这个我曾经在图书馆看过 这个一本书 他是在讲这个科学素养的书 那这个科学素养 就谈论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素养指标 我看看我把它放大一点 OK 这个叫做Benchmark for Scientific Literacy Scientific Literacy 就是科学素养 那Benchmark就是指标 大家知道这个Benchmark 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科学组织 叫AAAS AAAS AAAS 这很有名的叫科学促进会 大家知道这个著名的 现在这个大家在怎么讲 就讲说你发表文章要在什么SCI 什么杂志有没有 什么SSCI杂志 还有什么ABCCDEF杂志 Whatever OK 那这些杂志呢里头 最有名的两个杂志 你只要我们台大要是有文章 登在那两个杂志之一 马上校长开记者会OK 然后隔一天没有人care了啦 OK 不过总之 有吗 你们还有人care 我们在什么 好啦我不care啦 这样讲我不要讲 好我不care 但是就是说 你只要在Nature或Science登出来 都会要开记者会 对不对 所以每个系总是设法 偶尔就要就要说 我们有文章在登在Science Nature 这个Nature 抱歉 Science这个杂志 就是由这一个组织 所发 所发行的这个 的这个杂志 所以这个组织是很有名的 好 这个组织呢 发表了 这一本 这一本书啦 就出版了这一本书 那他在谈论 谈论什么 谈论未来美国公民的科学素养 那以便怎么样 有助于人们能够过个 有趣负责且丰富的一生 OK 所以你懂一点科学 有助于你有一个什么 有趣负责且丰富的一生 OK 那我们当然就好奇说 这个组织认为美国人 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科学知识 好 那他有零零种科学知识 在这些基本上就是 这个 因为科学知识嘛 八九不离十 这个 你如果真的去找 图书馆找这本书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 这些知识 你基本上都具有了 我们台湾学生一般的科学知识 绝对高过美国 这个学生一般的知识 OK 我现在要讲的是这样子 书中对于美国学生 在高中毕业后 所应该具备的知识 在能量转换这个主题下 因为他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 这是美国公民 我们可以把他想成说 台湾公民 他所具备的知识 他必须要有能量的概念 他知道说能量是守恒的 可是能量有不同的形式 能量可以在不同形式之间转换 所以他有一个主题叫做能量转换 OK 例如说电子 他在不同的轨道之间跳跃 他在不同轨道 他具有不同的动能 或能量 可是他跳跃以后 他能量少掉 那少掉的能量 就以什么电磁辐射的形式出来 好不好 这是能量转换 好 我们来看一看他讲了以下 几句话 如果一个孤立的原子 或分子的能量 我这个是以他的这个科学指标 科学素养指标 我是做翻译的 好 如果一个孤立的原子或分子的能量改变了 则这种改变乃是来自于能量 从某个明确的值跳到另一个明确的值 其他的值都不可能 当然我这个是等于说值翼嘛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简单讲就是能阶嘛 就是我刚讲的 只是他这个 用这个怎么讲 不是很专业的术语来讲 他不会说从一个energy level 跳到那个energy level 对不对 他这个指标是用plain english来写的 所以他只能够用很累赘的话说 从某个明确的值跳到另外一个明确的值 那如果我们有一点术语就是从某个能阶跳到另外一个能阶 OK 然后其他的值都不可能 就是能阶不会是认立值 他有明确的值 一旦原子或分子吸收了原子或分子吸收或放出了辐射 就电磁波 辐射就电磁波或者是光子 其能量就会改变 所以他可以在能阶之间吸收或放出辐射而改变这个能量 OK 那当然他这个原子或分子 因为原子里头有原子核嘛 那吸收能量呢我们一般是把它 这个 这个把 把它 你知道 就是说 呃 我不知道讲出这个硅 硅怎么样 就是说 就是说虽然他这边讲说是原子或分子吸收辐射 那因为原子里头有电子跟原子核 那我们平常会比较细腻的 讲说是电子吸收的辐射 OK 而不是原子核吸收的辐射这样 能量就会改变 好 因此这些辐射也会有明确能量 因为能量守恒嘛 所以 你从 E2 降到E1 就是我刚才的EN 那这个 那个 所少掉的能量 那就变成是辐射能量 那因为 它有E等于H nu 或Hf这样的公式 所以你就知道 跳 发射出来的这个辐射 有明确的能量 也因此就有明确的频率 所以 个别的原子或分子 所吸收 或发射 所吸收或 发射的 所吸收或发射的光 可以用来 我再把它再放的更大一点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抱歉 我刚才 我下个礼拜再把这篇文章 这个 印给大家读 抱歉 那我还是缩小一点 应该是看得清楚 因为我这个 不能够弄的 我放大只有这个特定的 这个 可以用来判定这些发光的物质是什么 所以这样 氢原子所发出的光的频率 这个频谱 它所发出的这个光 是带有特定频率的 只有在某些频率 它能够发出来 那如果是氧 或者是任意其他的原子 所发出来的电磁辐射的频率 会跟氢原子不一样 所以不同原子 它所发出的电磁波 有其特色 我们可以从 原子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 这个频率 去推断说 到底是什么原子发光 事实上 大家知道氦这个元素吧 对不对 很有名吗 氢氦 氦这个元素 氦这个元素不是最早在地球上发现的 我们氦这个元素 最早是人们去分析太阳所发出的光 发现说 诶 有一个频率的这个分布 是地球上这个 就是没有 还没有发现过的元素的频率 就一对比 就是说我们去发 去找太阳发出的光 它发现说 这个里头呢 这个有一些这个频率呢 是地球上 还没有发现过的东西 所发出来的光 就是你把地球上 已经知道的元素 所发出来的光 跟从太阳发出来的光 一做对比 发现说太阳上有一些元素 地球上还没有发现 就是氦 那后来当然地球表面也发现了氦 所以你可以从 这个 这个光回去推断 这个 原子是什么 所以原子会发光 根据Benchmark Triple AS 这个组织 认为说美国公民必备的知识 不同的原子 不同的原子 会有不同的光谱 了解这个意思吗 第一个原子或分子 我们讲原子 因为分子是原子构成的 原子会发光 然后不同原子 会发出不同的光谱 OK 那你可以从这个光谱 回去推定 到底这个元素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 这个 你如果想一下 是蛮震撼的 因为 在十八世纪 十七十八世纪 哲学家 那时候聪明人都是哲学家 OK 有学问的都是哲学家 就有哲学家说 我们人类永远不会知道 远处 的这个这个星球 远处 对他们那时候知道 已经有知道星球 远处的 这个这个宇宙 它上那里的物质 跟地球的物质 到底一样不一样 因为你没办法去那边看嘛 你没有办法去那边 我说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人类已经在七零年代 登月了 对不对 从月球上抓了一些泥土回来了 所以就知道 月球上面的 泥土的成分跟地球 到底一样不一样 可是那终究是我们邻居啊 月球上我们邻居啊 那我们现在人类 还没有办法到火星去 对不对 这个据说这个奥巴马 还有打算有这点心说 这个他要派这个太空人 真正这个真人登陆 那火星也还算是太阳 还是也是太阳系来讲是邻居吧 那你没有办法脱离太阳系 你怎么知道 这个另外一个star 它上面的物质是什么 结果没想到说 我们自从发现原子会发光 而且不同的原子会发出不同光谱 我们已经有充分的信心知道说 太阳上面也有氦 太阳上面也有氦 或者远处有什么样子的氢 例如说氢 氢不是只有地球上有 宇宙的另外一端也有氢 因为我们可以看出 它发出的光谱 跟地球发现的光谱是一致的 所以原子会发光这件事情 是 原子会发光这件事情 被美国科学促进会 列为所有公民必备的重要知识 那我说啦 我就当下就想起费曼 大家知道吧 我们这文章 我们就引用费曼的话 没有人懂量子力学吧 我说我就想起费曼讲过 关于他父亲的一个小故事 费曼讲什么故事呢 费曼父亲是个小生意人 他是大概是做成衣生意或什么 还是做生意人 辛苦栽培费曼上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有次费曼回家 他父亲对他说 既然你已经学那么多东西了 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得很懂 不知道你能不能解释给我听 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说 我爸爸这个也多次问我说 你好像是不是在研究磁场 那我每次就敷衍他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怎么讲他也不会懂 OK 那如果他仿佛懂了 他下一次还是会再问一次 你是不是在研究磁场 OK 怎么样 各位未来领袖 你们学的不是像我这种念这种物理 这种比较boring 比较 比较 辞场其实已经很boring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要带一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身上有一些什么辞场 什么会致病啊什么的 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像手上带一个什么 没有吗 这个 好 总之费曼的爸爸这个 这个 问他说 想要问他一个问题 那费曼当然很乐意为他父亲解惑 好 他父亲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我知道 当一个原子 从一个状态 转换到另外一个状态 他便会发生出一种 称为光子的光粒子 有学问哦 费曼的爸爸知道这件事情 在19 好厉害 对不对 因为他爸不是 他爸是商人嘛 根本没有念过 不像各位有机会 坐在这个教室里 一学期被一个物理学家折磨 你多少 多少听一点嘛 懂或不懂不论 听一点 我几乎确信 无论你上不上这门课 20年后 你根本不记得这句话 你根本不懂这句话 已经 OK 你也许那个时候 你的儿子在念科学 你就说 儿子啊 或女儿啊 我来问你 OK 老爸以前听一个教授 讲过这句话 我还是不太懂 我要 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 20年后 OK 请把它记下来 看你20年后去问你的这个 有没有问题 这句话是不是 这个问题算不算 不是 他还没有问问题 他就说是这样子 OK 他说是这样 他知道 所以我读到这个 就第一个其实是佩服费曼 爸爸的这个科学知识 他说是的 没错 然后他爸爸的问题在底下 那么 这个光子是不是早先就存在原子里 然后才跑出来 或者是原子内一开始并没有光子 了解这个意思吧 也就是说因为原子会发光嘛 那菲曼的爸爸知道说 这个 这个是发光是因为电子从一个状态 跳到另一个状态 然后光子跑出来 他就问 他的问题是 那 在光子跑出来之前光子 存在哪里 是已经就在原子里头的呢 or what 有没有问题 这个 或者原子一开始并没有光子 那你们觉得 觉得是什么 蛤 what do you think 你们觉得是什么 于是 费曼 ok 他念了MIT的物理系了 很高兴 要替他爸爸解惑 他试着解释光子的数目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 光子只不过是由于电子在运动 从而才创造出来的东西 ok 他说光子不是说 这个 他原先就是在somewhere ok 光子他是可以被创造被毁灭 他不是永远存在的 跟电子不一样 记不记得我讲过说 一个东西存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 即便你不去看他 他在时间的任何一个时刻 他总永远在某个地方 可是光子不是这样 对我不是讲存在性吗 我们说电子如果是存在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或月亮是存在 他总是在哪里对不对 他在地球旁边 可是光子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想象的光子 是类似像月亮那样去想象 或电子那样去想象 那他应该是 在出来之前他就在原子里头吧 可是费曼就跟他爸爸说 不是的 他说光子的数目不是固定不变的 他是在原子在运动的过程中 所发射出来的东西 他说我无法好好的对我父亲解释这件事情 我说我所发出的声音 一开始不在我声里 你看费曼是会解释 他会做metaphor 他会比喻analogy 他说比如说我在讲话 我会发出声音的 那你们说我在 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 那个声音在哪里 不在哪里啊 因为他是我喉咙震荡 然后对不对 声带震荡然后发出的东西 那在我声带震荡 发出这个声音之前 声音并没有存在任何地方 好不好 你看这是一个好的比喻 你怎么跟你的 爸爸解释说这个光在 这个发出之前他 他并不存在 但是他不满意我的答案 他觉得我完全没有解释清楚 他不了解的东西 反正他爸爸这个 我一点都不惊讶 OK 三不五十 我爸还在问一下 磁场是什么 所以他并没有成功 他这样讲 他说费曼说 他爸爸送他去上大学 目的就是想要了解 他不懂的这些事 没想到说他终究没有找到 让他可以理解的答案 OK 费曼的爸爸想要了解 原子是怎么发光 这个到底怎么一份事情 他就问他念MIT的 这个儿子 然后他说 他这个念MIT的这个 这个物理高手 没有办法让他爸爸 这个了解 他了解这个 OK 的确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 光子究竟如何从原子 里头跑出来 物理学家能做的 至多就是描述 事件是如何开始的 以及事件可能会如何结束 例如说 物理学家只能够计算 光子出现的几率有多大 至于中间过程 到底是怎么会 目前物理学家是无能为力的 OK 我们只能 我不是讲过计算这个统计行为吗 就是 就是他发光的这个几率多少 那你如果真的要我问说 那电子是怎么运动怎么 那我说过我们不去谈电子轨迹啊 因为你无从谈起啊 一谈就错 OK 所以物理学家是这个 这个 不去谈这件事情的 我不知道费曼的父亲接受了多少科学教育 但是在七十年前 光子与能阶的概念 大致上还不至于被列为 什么 这个 基本科学知识 所以 费曼的父亲在当时 应该算是相当先进的科学美国人 OK 然后呢 这个科学素养指标呢 除了 说 美国公民应该知道原子会发光 然后有能阶 有光子 这些概念之外 还包括什么 他还说美国公民应该知道什么 个别原子所发射或吸收的光 可以用来判定发光的物质是什么东西 这我刚才已经解释过 对不对 因为你不同的原子 它会发出不同 它发出的光有不同的光谱 OK 从大众通识教育的角度来讲 大众就是你们啦 虽然我们号称是小众 就是台湾未来领袖 OK 这项知识的重要性在于 我们可以从接收到的光来判定 在无数光年外的星球上的物质 其实和地球上的物质 并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我刚刚不是讲过 甚至害 我们还是最早是先认知到 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存在于太阳之上 后来才在地球上找到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多数人 好 你在什么课上面读到这个事情 小时候辅助馆借书 他有讲元素的故事 很好很好 太好了 OK 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这个 第一个 能够透过自我阅读 能够自己阅读 能够自己阅读而获得知识 这个是 这个是 最好的 OK 要是老师上课讲这东西 你反而会把它忘掉 曾有哲学家以为 由于我们不可能跑到极远的星球上 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 到底星星是有什么东西构成的 这本来是个非常合理的推论 但是却被各原子有其特殊光谱 这件事给推翻了 世界真是奇妙 所以我如果将来在期末考考说 我们怎么知道 远处的 星球所具有的物质 跟地球上的物质是一样的 你们怎么回答 就把这个背下来 我讲背下来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不敢讲懂 因为我说这事情没有人懂 你说老师我不懂 我说没有人懂 比如说老师我不懂 原子会发光怎么回事 我说我也不懂 我只是知道原子会发光 那你也应该知道原子会发光 而且你要知道 不同的原子 发出的光有不同的光谱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只要说 由于不同的原子发出的 会有特定的光谱 所以我们可以比照 看到远处的光来的光谱 跟地球的光谱一对比 发现它是永远有同样的元素 了解我的意思吧 你就可以 这句话就要写下来就可以 我不敢 你十分可以拿十分 可以拿九分 我先宣布这一题我会考 有没有问题 因为有人在问说 我们讲一些东西比较理论 然后说我们是不是要计算等等 那我今天特意回答这问题 我已经给了你一个例子了 我要你会叙述 OK 然后 这里头不涉及懂或不懂的 因为你如果告诉我说 我还是不懂原子怎么发光 我说费曼的爸爸不懂 费曼也不懂 我也不懂 自然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你不要说我是念文主的我不懂 我这句话我不能回答 好 请把灯打开来 诶 刚才是念到哪里 蛤 对 曙光 对不对 请你麻烦你往下念 曙光 曙光从于在1925年6月来临 当时未暖24岁的德国青年海森堡 提出一个极为大的 他认为一切的困惑都来自我们理所当然的 自动假设电子运动一定依逊一个轨迹 进而追寻那轨迹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未透过实验直接观察到电子运行轨迹 在波尔模型中 电子轨迹的功能其实仅在让我们可以推算电子的能量而已 所以海森堡就想 干脆在理论架构中不要加入轨迹的想法 只要假设某些带特定能量的状态 成为能态的存在就可以了 他进一步找到一些计算法则 可以精神地计算出电子能态可以带有的能量 请大家看一幕 就变这位新人就海森堡 我们一开始有讲过他对不对 我们在谈这个 他是二十世纪物理的金铜 这个灯可以稍微关一下 然后他负责了德国的原子弹计划 有没有 OK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谈论任何海森堡的物理 只是介绍海森堡奇人 OK 他是1901年底出生的 所以他在1925年底才会满24岁 那他在1925年6月的时候 这个怎么讲 就是找到黑屋子的出口了 在黑屋子里头找到出口 创立了量子力学 所以他那时候还没有满24岁 就是23岁半 可以这样讲 那海森堡根据 就从刚才听同学的这个朗读 还有你们自己读或我的说明 海森堡的理论里头 没有去用到电子的轨迹这回事 OK 海森堡的理论里头 没有去用到电子的轨迹这回事 因为首先他说 我们的实验从来没有去观察电子的轨迹 我们看的是 氢原子发光 就原子的发光 我们只知道原子 电子在原子里头 以神秘的方式存在 可是他的存在会让他吸光或发光 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 他吸收或放出的光 的频率 也就是他的光 那也就是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去推测 这个电子在原子里头 所具有的特定能量是多少 那他就由这一点出发 能够这个创立一套架构 这套架构就是量子力学 这个量子力学能够让他去推算 这个原子 不同原子 或者氢原子 我们先讲比较简单一点 氢原子里头 电子的这个能量到底是多大 就是我刚讲的-13.6 还记得吧 OK 上节课一开始我讲有个-13.6电子伏特 我说大家印象不深刻 这个 这个是最 就是说氢原子的 这个 电子在氢原子里头 所带有的最低的能量 是-13.6电子伏特 所以你说能量怎么是负的 我说能量没有绝对值的意义啊 我说以无穷远为零 那他靠近直指的时候 越靠近他的能量就越低 那最低的能量是-13.6电子伏特 所以海森堡就创立了量子力学 而我再重复一遍 量子力学这个学问里头 是不去谈论电子的轨迹的 那我从上一节课的说明 大家知道 你一旦去谈电子的轨迹 就会出问题 因为你就不会看到这个波的行为 所以你不能够去谈电子轨迹 而他的这个量子力学的学问 也果不齐也果然 他没有电子的轨迹 这一回事情 所以我曾经讲过 我上一次有介绍测不准原理 对不对 也就是说测不准原理说 你不能够保留电子的波的统计 就统计的行为 或者他的波性 而又能够知道他的电子轨迹 你如果能够打败测不准原理 也就是你打败了量子力学 因为你可以去谈轨迹 量子力学是不谈轨迹的 OK 所以这个是海森堡 好 我刚才给大家讲薛定格 薛定格是长这副模样 薛定格比海森堡大几岁 这个十四岁 十四五岁 十四岁 在1925 二六年 1925年 二六年 那个时候 创立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 是 我们现在事后 来看 就已经四分之三世纪后 回头看 1925年 二六年 那个时候的 这一批 包括像海森堡 还有几位先生 这个我们还没有介绍 像抛力 或者像迪拉克 这些都是 二十出头而已 二十二三 迪拉克那时候只有二十二岁 海森堡二十三岁 抛力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 所以他们把这个量子力学 叫做小伙子物理 就是小伙子 就是笑脸给年轻人物理 OK 唯一比较年纪大 是薛定格 可是薛定格 年纪再大也还没有过四十岁 都比我现在已经小太多了 如果这些人 薛定格那时候的年纪 对我来讲 已经是小伙子了 以我今天的年纪 而来讲 那薛定格是另外一个 一个怪人 OK 我们这个以后 我可能还会再提一下薛定格 就是因为他跟近代的 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关系 OK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生命是什么 有多少人听过What is life 你们应该有机会上过别的通识课吧 上过这个 这个 不管是演化生物 或者分子生物学 没有听过吧 就What is life 有一本书叫What is life 好 我们等一下 这个 好 在量子状态上 也可以在不同的量子态之间跳跃而吸收或放出光子 量子力学可以让我们知道量子态的许多性质 与实验结果完全符合相符 在海生堡量子力学的规则里 物理学 例如位置 物量 比量 例如位置 动量 角动量等 是以矩阵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量子力学又称为矩阵力学 我知道大家应该听过矩阵 这个是 在高中都学过矩阵 可是在这里 不要去管矩阵力学是什么 OK 也不要问 OK 请继续 就在大家对量子力学但生兴奋不已知己 奥地利学者薛丁格在1926年3月 一军突起 发表了他的波动方程式 他也可以从方程式求解出清原子能阶 薛丁格的出发点是把电子看待成一种波动 他假设电子的量子状态可以用一个波函数来描述 只要能从薛丁格波动方程式求得此函数 就可以预测出一切和电子有关的物理量 依据量子态及波函数的不同 我们所得到的物理量有时候会没有一个固定值 可以预测的是 当我们测量物理量时量到某一个特定值的几率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 海森堡所用的数学是矩阵数 与薛丁格用的微分方程式大不相同 但是在短暂的困惑之后 暴力的人就证明了薛丁格的波动力学 与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以及我们可以由薛丁格波函数推算出海森堡的矩阵 一旦知道矩阵的各个元素 就可以求得前面提过的几率大小为何 所以我们只要一套量子力学而不是两套 所以呢 这位先生呢 一个创造了所谓的矩阵力学 一位创造了波动力学 两位先生在1925年 这个短短的九个月时间 就这个得到了这个 就等于说是开创了 或者是创建了量子力学这一套 这个学问 那这一套学问 我这篇文章实际开始讲 我说这是二十世纪物质科学最重要的成就 大家今天那个很多的 这个 这个 十一柱形上面所碰触到的这个 这个新的材料 或者说是 这个 各式各样的方便 通讯 都是量子力学的这个 的这个怎么讲 都是因为有量子力学这一门学问 才 才有的这个 技术上的这个突破 好麻烦你往下面 先前我已强调过 量子力学的计算法则是非常成功的 它的预计 实验还没有任何三维之处 但是这些法则的内在意义 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例如 电子真如薛定格所想像那般的 是一种坡吗 坡有一个特色 就是遍布 空间各处 所以我们可以抓到坡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观测到任何物质可以看成是电子的一部分 电子总是以一个完整的物体现身 所以薛定格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 物理学家不得不接受薛定格波函数不能代表实体的波动 因而没有直接的物理意义 我们只能间接地从波函数求得各种物理过程发生的几率 所以波函数不满 空间的意义 就是在空间中各点都有发现电子的几率 坡的第二个特色是干涉现象 我们很容易在水坡或深坡中找到干涉的例子 薛定格波动方程式预测电子在通过维系的双辖缝后 电子密度会有高低起伏的干涉反应效应 这与观测也相符 电子的运行如果是一一循着某个轨迹的话 则干涉效应不可能发生在电子身上 因为干涉现象需要有两个波别加起来才会发生 如果我们硬是要去看 例如以光去照射电子 我们的确会看到电子的轨迹 但是如期一来电子就失去了它的波性 也就是说它的量子性质 例如干涉效应就不见了 总之电子具有粒子与波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质 我们唯有放弃轨迹 接受机率的诠释 才能勉强理解电子的行为 这样子力学只能协助我们找到事件发生的机率大小而已 在用探测器去抓到电子之前 我们不能假设电子原来就在某处 只有当我们抓住它才知道电子的存在 因为当我们假设电子以一个粒子的形态存在时 我们得要先假设电子有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轨迹 一旦这么想麻烦就来了 先前我提到爱因斯坦问说 你可以不去看月亮 却还会肯定月亮依旧在那儿吗 大家现在应可以理解它为什么会有此疑问 谢谢 今天时间到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一份还是请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带来 OK 我们再来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最后要进入下一 要很快进入有一个主题 就是全球气候变迁的问题 OK 大家对这个重大的问题有一点认知 谢谢大家